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台庭人员在深夜中触动重型机具抢修电力设备 上水台风来袭重创来雨地区 岛上不仅众多建筑全被吹得东岛西歪 还通讯中断停水停电 春岛停电户数更一度超过2400户 抢风奏雨带来严重的灾害 台东县府和台电也在上周五开始陆续加派能力进驻来雨抢修 就连掉逼车挖土机等大型机具也有货轮载于陆岛协助修杀工程 而就在技术人员日移基业地抢修超过三天后终于传来好消息 9号深夜11点多已完成来雨岛全岛复电 布台电也表示这次台风造成多处电力设备高压线路跳脱 电干倾斜等情形会求及早复电 部分地区只能先采用临时的装置 后续也将进行完整的修缮 确保民众用电稳定和安全 让来雨居民都能安心生活